花莲周会110星球年牧村书画展 3月20号在客家文化会馆举行的开幕查会 周会理事长杨峰硕希望透过展览达到艺文交流目的 而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处长彭伟竹也欢迎乡亲来到客家园区 看展览赏童话感受浓浓的客家氛围 周会是一个文人团体聚会的时候 一边吃粥一边分享自己的书画作品迎食作对 重点是闲画家常谈校古今与文学艺术为共同的话题 而花莲周会成立到现在将近10年 理事长杨峰硕表示希望透过展览达到艺术交流的目的 这是我们周有的平常展现 就是它的书跟画的展现还有摄影 像这两盆也是我们周有这个盆景 它也特别展现两盆盆景在这边展示 就是希望用这种展现的方式来大家互相的跟大家 沟通文化的传承这样子 我们周会平常就是有一个书画的教学 还有画的教学 像我们的几位老师像旁边的老师 都是非常优秀的喜春军老师 还有我们的喜教舞老师 喜教舞老师103岁了 他都可以叫指导我们周会的会员 平常这样在书画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互相在沟通之间就互相的指导 这是在最重要的周有的机会就是这样子 县府客家事务处处长彭伟主表示 青年度客家文化会馆精选了六个档期的展览 也欢迎民众可以来到客家园区赏童花看展览 我们今年经过公开的征选 那今年有六个档期的艺术展览 手工艺的展览都会在这个文化馆区 所以今年的展览是非常的精彩 这个场地我们是开放的 那前面呢刚好也有我们南浦公园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这时候呢这个季节刚好是童花开的时候 那黄花枫林木呢在我们这个客家文化园区的公园里面 也有二十几棵 现在都非常非常的盛开 所以来这边看书画展到户外走走 赏花季节春暖花冠 非常欢迎大家到客家书处的文化会馆一楼来参观 花林周会110星球年牧村书画展 作品包括了山水花鸟画 泼墨画 书法 字画 还有摄影作品 展期到4月25号 欢迎喜爱书画艺术的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这里会捐香报道